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卡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公園 那這個是陡羅大陸3D魂屍對決 那旭哥今天來做一下主隊 還有快速鑽鑽石 還有就是玩一下這個世界地圖 有一些寶箱 那拿資源這些旭哥都一起分享一下 快速鑽鑽石,這很重要 好,那大家記得完整看完這一集 好,那旭哥的頻道呢 就是有這個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一些虛寶序號 在這個獨家專區這邊 就是免費禮包碼、專區這邊有十一組 這邊可以看到詳細的兌換教學 就是完整的兌換 還有就是這個 有公約初體驗這邊 有馬、無馬、旭哥都會分享給大家這個 有這個像是踢靈神角啊 最強角色啊 還有最近的那些角色推薦 好 那馮孝天呢 這個是旭哥的首抽抽到了嘛 那也算是一隻非常推薦的角色 旭哥也有特別替他做了一集公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隻角色非常好用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怎麼快速賺鑽石 鑽石的方式呢 其實每天呢 都是有很多種方式可以領取 比如說你是解任務嘛 解任務這個是最容易領的 這個是最快的這樣 再來呢 就是說你去這個像這個 浩天錘這個活動啊 浩天錘降臨 浩天陽味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就是最近的活動 那你這邊也可以拿到不少鑽石 那就是你就去看一看去解一下任務這樣 再來呢一個很重要就是羈絆 羈絆也是一個拿鑽石很好的方式 比如說我看這個鑽技就可以拿到鑽石 那鑽技要怎麼看呢 你必須要就是有提高好感度 好感度就是你給他送禮 比如說我一個角色這個現在是一級嘛 然後我就一直贈送東西 贈送到五級之後呢 他就會開一個就是 好感度然後就鑽技就會打開了 那這邊你就可以去解鎖鑽技 按一下點那個解鎖那邊就可以拿到這個鑽石 一次就可以拿50鑽算蠻多的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比如說白塵香嘛 我就是給他送東西 贈送東西這樣 就是先把他贈送到五級 五級就可以拿鑽石 前期其實還蠻重要 就是你要收手抽啊 或是說要拿角色 然後就按點擊解鎖 這邊就可以拿到50鑽石 其實很多啊 那你每個角色都去點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先把他練到就是 五級這樣 像他這個就會顯示新鑽技 這個就是可以領的 所以這個領一領就非常多鑽石 有沒有這個鑽石可以快速的鑽 鑽到非常多 所以這個是旭哥覺得目前鑽最快的方式 這個鑽石是真的是鑽超快的 就這樣一直解這樣 所以旭哥覺得這個方式很棒啊 推薦給大家好不好 就是非常棒的一個方式 就是前期只要送個禮啊 因為旭哥的提供禮包嘛 都可以拿到很多禮物嘛 那禮物就是拿去送一送這樣 就是可以 先弄到五級 每個角色先弄到五級這樣 超過了 五級就可以拿這個 大概是這樣 好那這個是一個很快鑽鑽石的方式 那再來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好我們講一下那個陣型好了 陣型旭哥有推薦就是 相信旭哥是用風孝天嘛 那風孝天的話他可以玩燃燒隊 那這次風孝天也是旭哥的主力 那就是我也是盡量都把資源都丟給他養這樣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 在羈絆這邊你可以看到風孝天的 他就是有一個就是查看契合這邊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他跟這個 這些角色他們會有一些加成 燃燒隊就是可以組成像風孝天跟馬虹俊 柳厄龍啊 琴敏還有火舞嘛 那假如要組燃燒隊的話 旭哥建議組風孝天馬虹俊柳厄龍 然後再加火舞 火舞是跟風孝天最好用的搭配角色 所以風孝天一定就是要搭火舞 這兩隻角色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再擺玲瓏龍加奧斯卡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完整很棒的一個燃燒隊了 因為就是有一些輔助的角色 擬龍龍加奧斯卡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秦明換掉 然後就是風孝天馬虹俊 柳厄龍然後火舞再加擬龍龍奧斯卡 好那為什麼要講火舞呢 火舞再看風孝天另外一個就是契合 他這邊風孝天跟火舞他們還有額外的就是技能 風火亂舞這邊 他可以使用 然後這個是全體技也是蠻痛的 所以基本上風孝天一定要搭火舞 你玩燃燒隊的話呢風孝天先搭火舞 這個爆裂燃燒這個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就是 其實這遊戲蠻詳細 他很多細節都會就是 提供一些就是資訊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可以挖到蠻多好東西的 像這個就是 你可以發現這個燃燒隊可以這樣組 風孝天馬虹俊柳俊 柳厄龍然後火舞 最後再加林隆龍龍奧斯卡 這個是旭哥蠻推薦的一個 這個燃燒隊 因為旭哥首抽是風孝天嘛 所以我主要都是以風孝天來艦隊 因為風孝天這個踢零身腳 那你沒有的話就是用旭哥推薦的那幾隻 就是前期的也不錯 像是那個剛剛有講幾隻嘛 就是前幾集有特別介紹 比如說是白橙香啊 然後像是 就是拼命神腳 幾隻都可以用一下這樣 我看一下 御天橫啊 白橙香御天橫就是拿來替代一下都ok的 就是你假如沒有玲瓏的奧斯卡 可以拿這幾隻來替代 然後就是最重要是要有火舞 那火舞的話當然是要抽嘛 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比如說拿資源啊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你解這個還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覺醒卷就等於轉彈卷 然後浮力你去解完那個就是 就是這個 日常啊 你去解完這個他也可以解成就 成就也可以賺到鑽石 就是鑽擊 所以我建議大家鑽擊一定要先去解 因為鑽擊是一個很好賺鑽石的地方 你看旭哥鑽石就突然增加大概很多 看就變到一千五百多了 所以再講一次這個大家去羈絆這邊呢 去解這個鑽擊好不好 很重要 鑽擊這個 你就把好感度至少提升到5 因為5是最容易提升的啦 然後他第二個要拿50鑽就要解到15 15就比較難了 所以就是你都至少先把角色都養到 羈絆都養到5這樣 養到5就去鑽個50鑽這樣 那這個是最輕鬆的方式 看一下 好他就是去解一下 這個就是拿50鑽 大家就是記得去拿一下50鑽 好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這個最新虛哥爾開了一個世界地圖 然後可以去玩一下那個 看一下 去玩一下世界地圖 世界探險這個 去找奇迷可以玩世界探險 世界探險呢 它裡面就是有一些小任務都可以去解 都不難這樣 就是算是可以看看故事啊 接劇 那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玩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其實這個遊戲的世界觀蠻龐大的 那就可以去解任務嘛 他有一些小故事小任務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羈哥覺得這遊戲比想像中還有趣啦 因為很多小細節 就解這個任務的話 你可以拿到一些可以看故事 然後拿到一些就是不錯的東西 好 那這個遊戲 這裡呢 在地圖裡面還會有一些寶箱 還會有藏著寶箱 這樣你必須要去找寶箱 像我記得就是在這個 同學靜靜這邊就有一個寶箱 你就按採集這個 就可以把寶箱打開這樣 寶箱打開就可以拿到不錯的東西 像你看這個拿來轉蛋券啊 還有這個好感禮盒嘛 我們剛好就蠻缺這個東西的 然後像這個就是寶箱 他總共有三個 那虛哥都拿到 其實都藏的不會很難啦 所以大家就趕快去拿一拿這樣 解這個任務 我覺得這個 這個學員模式這個 在這邊玩這個地圖蠻好玩的 這邊可以就是 解解任務這樣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啊 而且蠻放鬆的 你看看故事劇情這樣 還不想看你也可以跳過這樣 然後解完之後就可以拿到就是道具這樣 好吧那今天攻略大概錄到這邊了 講一下快速鑽鑽石 然後還有就是 組隊嘛 燃燒隊 風啸天組燃燒隊 搭火舞 火舞很重要 有特別提醒大家 火舞很重要 要抽到火舞 燃燒隊就可以組的比較好 因為風啸天要搭火舞 是比較好的組合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剛才講這個學員這個 可以拿寶箱 寶箱結任務這樣 那其實這個故事劇情就是 蠻輕鬆的啦 這蠻輕鬆的 解完這個應該可以完成這個學員的所有的任務 你要看故事也可以 不看也沒關係 好那我們學員 這個可以拿到1500的這個 這個魂緩也不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應該解完了 那今天的攻略就錄到這邊了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就是會有最新的禮包碼 大家記得去用一下禮包碼 禮包碼可以拿到不錯的東西 在這邊就是 呃 11組這個免費禮包碼 那旭哥的這個最近上傳 蠻多抖羅大陸的影片 好那我們下次見 我跟你講 在公務員拿著走 走